圣人不羁,记忆为人几月有,记忆与人几月多,天知道,利而不害,圣人知道,为而不争。 太上道祖言讲及,太上老君将文,天笔菜身符鸾,鬼害年十一月念五日。 信实的话,不是花言巧语,所以听到耳里,总是不悦耳,不动听。 花言巧语的话,虽然动听,可是不一定是从心里讲出来的,因此这种话,总是缺乏信用实在。 美好的事物,良善的言语,不必去废口舌争辩,废了口舌争辩的事情,便非良善的言语,也非美好的事物。 求真知的大智慧者,社会知识不必广博,广博反而得了,智障,这就是圣人,手艺而万事必,的原理。 所以,求得外在广博的知识,不一定就是真知的大智慧者,因为追求外在的形象,越追越远,越追越迷,而且永远无法探求真正的答案。 因此,圣人不必去追求外在的知识,更不必追求物欲来占位己有,他只是奉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人,去礼让人,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结果,反而受人钦佩,让人来崇敬。 不但如此,另一方面,更使他的博物精神,留在世人的心灵中,刻下了永恒的追思和怀念。 因此,他好像上天的道理,只是利益万物,而不去侵害万物,只是调和万物,而不与万物相争。 全书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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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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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